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主日是假年将临期第四主日 这个主日之后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 在将临期期间 你可能是怀着欢欣喜乐的心情 在期待及准备圣诞节的来临 但也可能在你生活的日子里 正满怀着忧伤与痛苦 被生活里的许多重担折磨着 并不因为圣诞节的到来 而丝毫减轻每天日子里的重担 然而不论你的生活是处在喜乐中 或是忧苦中 我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 那就是耶稣的来临 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而来的 因为天主子耶稣降生成人 为的就是能完全的和我们一起喜乐 一起受苦 甚至一起死亡 好让我们能在他那里找到一个 完完全全的人类同胞 我们的每样软弱痛苦和试探 他都为我们尝过 而因为耶稣是天主 所以他没有罪 也因此他能够彻底的经验到 我们人类有罪及破碎的生命情况 这就如同一个人从干净的环境中 进入到脏污的环境中时 他对脏污的敏感度 一定比久居脏乱环境的人更加的尖锐 以至于我们可以说 耶稣认识我们 比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更多 耶稣爱护我们 比我们对自己的爱护更深 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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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那样 彻底地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深深觉得 我们的忧苦被了解了 我们的痛苦被他那无限的爱情抚慰了 因为他真的把自己完完全全地给了我们 而没有为自己保留什么 特别是当我们在弥撒中 领圣体 领圣血的时候 我们更是能够体验到 耶稣他那舍己的爱 就如同食物和饮料 如何与我们的身体紧密结合 耶稣也要这样与我们的生命合而为一 他不为自己保留一点点什么 连最后的一滴血 也任由我们吃喝下去 的确 弟兄姐妹们 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情方式 不是要求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景况 以达到更高的层次 为能够去接近他 不 相反地 他的方式是屈尊就卑 以人的形态来接近我们 甚至成为生命之良 让我们借着吃喝 而能与他结合为一 于是乎 人的心体乃成了天主的居所和殿堂 不只如此 他甚至承担了我们的命运 并满怀着爱来陪伴我们 是啊 弟兄姐妹们 天主对我们的爱情 真是令人赞叹 再赞叹 而也只有在如此的爱情光照下 我们才能够真正体悟天主子 降生成人的奥秘 也唯有活在天主 如此的爱情当中 我们才能够真正生活出 圣诞节的意义 而也只有在天主 这样慈悲与爱的光照下 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 厄马努尔的奥秘 也唯有如此 圣诞节才不会只是 如于华丽的圣诞书 彩灯 圣诞大餐 午会 百货公司里 推销贩卖的礼物而已 因此之过 在迎接耶稣来临前的 这最后一个主日 教会在弥撒的读经义中 特别安排 天主借伊撒亚先知的口 所发出的预言 来向我们展示 他如何为这伟大的奥秘 所做出的许诺 这永不失落的许诺 诺言是这样许下的 上主要亲自赐给你们 一个记号 请看 有一位真女要怀孕生子 并给她起名叫厄马努尔 意思是说 天主与我们同在 而今天的玛窦福音 更是透过圣母玛利亚的圣神受孕 以及上主的天使 在弱色梦中的启示 而宣告了这许诺 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实现 福音是这样说的 他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把他的民族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一切事的发生 是要应验上主 借着先知所说的话 请看 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 人要称呼他的名字 为厄马努尔 意思就是 天主与我们同在 男儿弟兄姐妹们 这在耶稣身上 所应验 所实现的厄马努尔 天主与我们同在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惊讶 让我们费解的事 根据玛窦福音的记载 这在耶稣身上 所实现的天主与我们同在 其所引起的第一个后果 竟然不是平安与喜乐 却是招去黑洛德王 对婴孩耶稣的追杀 甚至为了宁愿挫杀一百 也不愿放过一个而滥杀无辜 至此耶稣的父母 得带着他流离失所 逃亡埃及 至此 我们终将发现 原来天主所选入的天主与我们同在 并不等于天下就太平了 也不保证就无风无浪了 反而会让世界的罪恶显入出来 甚至至能于艰苦的生活 与磨难的生命经验当中 而当福音再度提起 天主与我们同在 二马努尔的时候 已经是在福音的结尾处 当耶稣升天前 采遣门徒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给他们受洗 教训他们遵守他所丰富的一切 这个时候才又出现 故此 我们终将明白 要真实经验到 而非只是在教理当中去学习到 那经由耶稣的诞生 所实现的二马努尔天主与我们同在 是当我们真正参与耶稣所赋予的使命 并遵行他的教训来生活的时候 也是当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他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所以啊 所以如果我们真正领受 二马努尔天主与我们同在的生命 那么天主与我们同在 就要翻转我们的生命 整个的翻转 要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更新 这更新的生命不是别的 就是耶稣的生命 所以耶稣如何受孕成形 就标记着我们的新生命 如何受孕成形 从今天的这段有关耶稣受孕成形的福音中 我们看到这新生命的特质是 第一 耶稣就是我们新生命的原形 耶稣是我们的新生命 永恒生命的原形 看到耶稣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新生命的内涵该当是什么 而耶稣的生命具备哪些内涵呢 我们也可以从耶稣的名字来看耶稣的生命内涵 因为就如同我们一样 犹太人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名字 常为孩子的命名而费尽心思 因为他们也相信 名字往往就代表一个人的性格 个性特质 所以为孩子取名 通常是一件马乎不得 戒胜恐惧的大事 因此之故 从上主天使 在若受孟境中显现的宣告 我们听到 这个将诞生的婴孩的名字 特意地被宣告了出来 被宣告的名字是耶稣 而人们则是要称呼他为厄马路 前一个名字的意思是拯救 这意味着耶稣要拯救我们罪人 脱离罪恶的滞孤与权势 而后一个名字则表示 耶稣要恢复上主与我们的同在 因此 耶稣作为我们新生命的原型 正是预示了我们所拥有的新生命内涵 就是拜脱罪恶 并与天主同在 这新生命的第二项特质是 它是从天主来的 而不是靠我们的意志 靠我们的诠释来的 就如今天这段福音的启示 告诉我们耶稣是因圣神受孕 是的 这个新生命的原型 乃是从天主而来的 因此弟兄姐妹们 这新生命如果 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量产 复制 那么我们也必须由圣神而生 若我们真是随从圣神而生 或许 我们的外表不会立刻改变 但我们内里的生命立刻就会整个翻转 这充满翻转潜能的内在生命 将为我们打造出美丽的生命愿景 一如在挣扎当中成长 破茧而出的蝴蝶一样 因为蝴蝶里面 有蝴蝶的翻转生命潜能 所以它至终可以从毛毛虫 蜕变成美丽的蝴蝶 这新生命的第三项特质是 它是由人来孕育的 如果这新生命不需要由人来孕育 那么耶稣也就不需要 从一个细胞去慢慢成形 长大 它竟可以选择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就如同孙悟空一样 它也可以选择直接从天而降 就如同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些神奇一般 但耶稣选择完全跟你我一样的成长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它可以完全体恤 我们软弱无能的生命 虽然耶稣的诞生是圣神受孕 但它还是在母亲九月怀胎之后才出生 就像任何一个最平凡的婴孩一样 因此 圣诞本身并不是一个神迹 而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 所带来的非凡经验 但这非凡经验 需要我们人以信德和顺服来领受 就如同圣母玛利亚一样 否则这经验就只会停留在文字的叙述当中 永远成不了我们的亲身经验 是的 为了靠着对天主的信德与服从顺服 我们才能够像玛利亚一样 孕育出那在基督内的新生命 而需要信德与顺服的事 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 甚至是兼具困难的事 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 我们也看见了若瑟 为孕育这新的生命 而历经的挣扎与不安 这位玛利亚的未婚夫 若瑟 对于未婚妻怀孕的是极其焦虑 犹豫着该怎么去处置 而若瑟 就如福音所说的是一位艺人 他的义得不只是因为他遵守了一切外在的法律规范 更是指他内在的真正义得 这位艺人因着义得 想出自认为两全其美的方式 但这办法需要他舍弃生命里的挚爱 做出绝大的牺牲 换句话说 就是放弃一切并离开玛利亚 所以福音这样说 她的丈夫若瑟 因为是义人 不愿公开羞辱她 有意暗暗地羞退她 弟兄姐妹们 这短短的一句话 却是道尽了你我都能够感受得到的 内心挣扎与痛苦 在此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若瑟对玛利亚的爱 是如此纯真 如此荣誉 如此慷慨 她是多么地渴望 能够与玛利亚相思相守 而她也正全心全意 等候着与玛利亚的结合 然而 如今的整个情况让她明白到 她所渴望的结合 已经变得遥不可及 即使如此 若瑟的义得及她对玛利亚的爱 仍然促使她不忍 也不愿依照律法 以公开退婚的方式 公然去揭花 未婚妻的不争 因为如果这样做 玛利亚势必会被视为罪负 而受法律上的制裁 与她不仅要受名誉上的侮辱 更要按法律受刑 丧失生命 若瑟于是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 就是打算秘密的与玛利亚解除婚约 福音中的叙述 叙述的这些话的内涵 向我们透露出 在与与耶稣成行 乃至诞生前的这些个日子里 这位圣家之长经历了多么巨大的痛苦 与不安的考验 他所面对的考验和旧约先祖 亚巴郎所面对的牺牲 是如此的相似 他们都被要求舍弃生命中 最心爱 最宝贵 最疼惜的人 然后上主介入了若瑟的生命当中 上主的天使 在梦中显现给他说 达卫的后代若瑟 不要怕娶玛利亚做你的妻子 因为他是由于圣神而怀孕的 这其实阻止了若瑟 自以为是的解决方法 更给他打开了一条 与玛利亚可以持续相爱 相守幸福的婚姻道路 虽然这是一条非常特殊 而有别于一般婚姻生活的道路 但尤其重要的事实 他被邀请去成为圣家之长 承担起保护圣家 与圣母玛利亚一起孕育耶稣 教导耶稣 帮助耶稣成长的神圣救恩使命 并以他自身经验到的厄马努尔 来启发我们 什么是真正的天主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也能够以他为榜样 孕育那在基督内的新生命 使得姐妹们弟兄们 一如圣母玛利亚的愿意 愿儿子成行一样 当天使向洛瑟宣告天主子 将降生成人的时候 他虽然惶恐不安 但仍然注意地去聆听 并敞开心灵 接受了这个宣告 所以即使他四周围 所有的人都可能因疑虑和不安 而对这项奥秘的邀请 说不的时候 他确实会注意聆听天主的旨意 他聆听天主旨意的方式 就如同玛利亚一样 那么样的完美 所以他可以不被痛苦与不安所左右 而在完全的真自由里 就按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 把妻子迎娶过来 若是这顺服的行动 让我们看到这行动的显外之音 就是他甘愿承担起天主赋予他的使命 弟兄姐妹们 圣诞节就要到了 耶稣已经来到我们生命的门槛了 就让我们打开心门 迎接今天这个平凡 但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 非凡惊艳的福音信息 并感谢天主总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而特别是在艰难的生活中 向我们走出他的第一步 天主的第一步 有时候乱看起来 可能会令我们 惶惶终日困惑不安 如同圣若瑟经验过的一样 但是只要我们怀着 对天主的信心 对人的爱心 以及对永生的盼望 那么天主的第一步行动 便会带领我们的生命 郁郁耶稣 而让一切的艰难与痛苦 成为滋养我们纳在基督内的新生命 并在这孕育与滋长的过程当中 亲身经验恶马努尔 并且能够活出天主与我们同在 最后 弟兄姐妹们 在这五光十色的 目不暇及 各式声音 分塌而至的 这个世界里 就让我们倾心 注意聆听天主的声音 他正以圣若瑟的榜样 敲打着我们的心门 阿们